大家好,我們是第三隊擁抱挑戰 隊長是麥均衛,隊員是邱智宇,李文達,林欣誠,鄭欣南,楊伊莉,陳寶堯 而我們是來自保良局馬錦鳴總學 以下是我們的宣傳圖片 我們組的hashtag有六個 第一個就是36Fans 第二個就是擁抱挑戰 第三個就是跳出安書區 第四個就是成功,孕育成功 第五個就是投票前請三思而後行 第六個就是請投下你純性的一票 在社會分析上 我們的受眾是少數族裔 而他們經常在社會裏面就會遇到歧視和偏見 而這種歧視和偏見就是源於不理解 以香港青少年為例 他們普遍是缺乏了機會 會和少數族裔去交流和接觸 令到他們因為對於這個少數族裔的理解不深入 而容易產生歧視和偏見的情況 作為社會未來主人工的他們 如果不盡快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只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將這一種沒有必要的歧視和偏見 延伸至下一代 後果會不堪設想 市場定位和機遇的方面 少數族裔的待遇 在香港有時就會遇到歧視 有時就會遇到不公平的對待 不過他們和我們一般香港人一樣 都有市場地位和機遇的 一樣都可以做到其他不同類別的工作 加上大部分少數族裔 都能夠精通廣東話和英文 都可以做到比較高級的工作 而在創新性和獨特性方面 Giving is receiving 香港和少數族裔的青少年將會分組 而每組都會有少數族裔 和香港的青少年 他們每組參與活動 以競賽的形式去完成 每一個和少數族裔 或者香港文化相關的打卡點任務 是具有參與性的 而香港和少數族裔的青少年 不但可以培養出默契和團隊精神 亦都可以成為並肩著自己的好友 在香港青少年方面 亦都可以通過 與少數族裔青少年的溝通和相處 去破除彼此之間的鑑膜 和對少數族的固有傾見 以上就是我們今次的介紹